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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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覺得其實所有人的認真都還蠻可愛的 像我之前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我就有人生的體會 就覺得每次看到很認真 在工作的那張臉 沒有那些其他的目的 他只是專注在這個當下 的那個很 很純粹的 那個投入 我都會覺得那張臉 很漂亮 我會感覺到 我們太雕琢 不認真這件事情 可能在不同的生命的階段 我們最在意的事情 都會不一樣 那有一天 你很認真地去思索 時時時刻 你的焦灼狀態 可能十天後或者是 明年五年後 你再回過頭來看 其實你並不需要焦灼的那個狀態 我就覺得說這幾個 幾個文章裡頭 可能沒辦法提出 很具體的說 認真女人最美麗 或者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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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單一的一個 一個標語式的口號 我覺得 其實它就是一個生命的過程 對 那有的時候 它就是你就在你當下 所以我大分會跟 比較年輕的朋友說 實實的去經歷所有的 所有的那些 寧慕癌 所有的過程 所有的挫折這樣子 然後 經歷過了之後 我很想補充一句話 所有的挫折 都是老天爺給予我們 最珍貴的禮物 唯有這些挫折的發生 我們才有機會 跨越到下一個生命的階段 對 透過這個挫折 我們會學習謙卑 我們會學習 看見真實的樣貌 我們會看到 自己的脆弱 而產生公理性 這樣 所以 不管是因為 認真而衍生出來的 然後挫折 或者是認真 而延伸出來的 被肯定 我覺得那都是 只是一個過程 Hello 大家好 我是萬方 4月28日 在台北華山藝文中心 姐妹湯重愛 女人 姐 有一個音樂會啦 歡迎大家來玩 歡迎大家來玩 答應 Zw resp 來 去 去 詞